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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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办法卖得完 内湖地区它的一个议题性比较多 从最早捷运的一个效应 那包括AIT 那包括现在这个日湖百货的一个改建案 所以说位区域的一个新房价来讲 会有更多的一个支撑效果 对 所以题材多 然后这里新房子又漂亮 当然要给你卖那么贵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委托人 他如果没有那么多钱 买不起那个一瓶八九十万 上百万的新房子 要买这种中古的 或者是拉皮的 或者是都更屋 我们的大人哥有没有办法 帮他找到呢 我们来看这段VCR 好的 至于我们来到内湖康乐街 来这干嘛呢 因为我们这一集的委托人 他要找都更好宅 可是你知道台北市前阵 发生了什么呢 这个案件 文林院事件都更好难喔 但是内湖康乐街这边 听说居民自建都更成功的案例 已经在盖了喔 那我们也约好了附近的房仲 要带我们去看房子 现在废话不多说 出发看房子囉 没有错 这台北市内湖区 第一个住户自办都更的案例 就在康乐街巷子里 老房子赋予新生命 吸引不少外地客 和当地人的注意 只是不知道 这环境到底怎么样 欸 经理啊 不是要带我看房子吗 怎么我们现在在逛公园啊 我今天要给你推荐的个案 就在公园旁啊 公园旁 在哪里啊 就在这里 您看 哇 真的在公园旁呢 那我迫不及待 我们赶快去看房子啦 那请啊 经理啊 你带我看这个房子 听说是旧房子改建的是不是 它是那个 原来是海沙屋 那经过了他们13年的努力呢 原始的住户呢 然后自办都更 它也算是内湖区呢 第一个自办都更成功的案例 我们这个房子呢 环境非常的好 除了零公园 进学校 所以说呢 平常时候休息 运动都非常的便捷 另外离学校也近 家里面有小孩的 至少在国中之前 可以睡到自然醒 参个校园就进去上学了 那因为离市场也非常的近 有五分街传统的市场 平常的这个十一住行育乐呢 这里几乎都能够供应给你 那另外交通也非常的便捷 你要进出台北市的话 有捷运 有高速公路 有环通道路 如果以内湖整个均价来讲的话 现在八十到一百万了 那我东湖地区才六十几万 那如果南港区也到八十几万 我介于正内湖跟南港的中间 哦 原来当初因为海沙屋的关系 居民想找建商合作拆除重建 但这价格始终谈不拢 因为建商认为没赚头 住户干脆自己干 这低公社的环境 仿佛完全量身定做 金莉啊 我们刚刚了解一下 这房子它的优点就是说 它是自住都庚嘛 所以它里面的公社比好像蛮低的 听说不到30% 对 它这里只有25% 只有25% 那你在外面根本找不到 有其他建商盖的房子 是25%的公社比 其实现在普遍的建案都过度包装了 我们这里25%呢 主要是因为当初所有的住户呢 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嘛 在权力变换的过程里面 把很多多余的坪数都可以的控制 你说今天外面建商都以盈利为目的 那势必会加上雨遮 会加上很多的公社 如果以这个我们看到那个三房的配置来讲 我们在那边29坪可以有三房 那你在外面这样的坪数 不太可能是二字头对不对 对 普遍现在目前外面的规划 你说28、9坪都是两房居多 很少有三房的规划 除非有一些创意空间的这种状态 那都是二宫 其实那有试法性的问题 那在我29坪这里规划成三房 一般稍稍化的家庭 是非常适合的一个产品 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口上 除了正常应该有的豪华大厅之外 当然一些教育厅的设备还是存在的 但是呢 过去有很多的建案里面 它可能设了很多的宴会厅 可能游泳池 这些除了你的公司的池份上 你要多花很多钱去买 那未来在每一个月的管理费上 你又要增加了很多的钱 其实是浪费的 今天为您介绍这个内湖区自住都 跟成功这个案例呢 附近的生活机能 哎 还真的不错 不仅有公园 而且旁边就是警察局 那这样的条件呢 等于是为当地居民量身打造 不知道治愈 还有现场的来宾专家们 你们意见如何呢 好 我们看 我们大家应该找到这个房子很特别 它是当地的住户 他们是海沙屋 然后自己 自己来办都更嘛 自己组成重建会自己办 自己办 所以这样就省去了建商这一块 对不对 因为建商一定会把房价抬很高嘛 就是建商盖的话 其实它可能有分出来一部分 像这个大楼的话 其实它有多出50 就是原住户之外 它有多出51间 可以让建商来销售 就等于是说它楼层加高了 然后呢这个 坪数就增加了 就是我原本住在那边的 我一个人分到一户 其他多的就拿来卖嘛 对 对 玉珍姐姐 那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案子 其实过去是有一段历史的 对 其实因为我有朋友媒体同业 刚好也住在这边 对 所以呢我对这个案子 很有感觉 对感触很深 因为它原来的案子叫做 联邦何嘉欢富贵社区 那那个民国70几年盖 这批房子的时候 这个建商呢 几乎它全部在那附近盖的 每个案子都是海沙屋 几乎都是 所以呢 黑心的建商 本来呢买房子的 本来那些住户呢 他们就常会煮饭的时候 天花板就掉很多东西 加料加菜 然后呢 只要稍微一小小地震呢 就是墙壁就剥落 可是到了921的时候 那时候东兴大楼倒塌 结果呢 那时候他们这个大楼呢 其实也搭 就是也这个损坏得蛮严重的 所以呢 后来就鉴定判定是海沙屋 东兴大楼是倒塌 但是呢 它没有倒 但是呢它受损 结果鉴定说就是 就是当时用的是海沙 那所以后来呢 建商呢就跟 就是住户呢 就跟建商求偿 他们当时都有拿到一个文件 是 因为那个文件上面 他是说 他们的这个使用的材料 是有来源的 可是后来鉴定说 这个来源其实不符 所以呢 住户都有拿到一部 就是大多数 只要就是提出建商求偿的 因为台北市政府也协助 协助来处理 所以呢都有拿到钱 拿到钱之后呢 就历经了十年 大概在申请建造啦 然后呢拆掉啦 然后整地各方面呢 大概2010年的时候才动工 所以2010年动工 你看这样子也差不多 才两年前喔 那今年到今年就是可以完工 那多出了大概将近50 一户左右 就是负责参与新建 改建的这个建商呢 他们就有这个部分的房子 拿来卖 那我觉得大人哥很厉害的是说 像这样的房子 你看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建商就向重 第一个它的地位 它的条件一定不错 它的缺点只是当时用了海沙 那同样的就是在 像我住的新店喔 也有同样这样子一个房子 就是在捷运 然后佳乐福的对面你知道吗 那在我们那边 这个案子也很有名 就是说当时住户觉得说 我是海沙物 然后呢我有钱的人 另外再去买一间 那没有钱的人就在那边等 等看建商什么时候来改建 后来呢就是现在的国策顾问 黄政胜他就参与了这个改建 那改建之后呢 本来那里的房价 大概也就是三十几万四十万左右 那改建完了之后 不但是全新的大楼 而且呢建商也多出很多的房子 可以卖 那现在呢价位也到了六十万起跳 所以对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所谓的 原来的自办 自办都更改建的案子来说 其实他的location都非常好 对 所以呢何贤理 看这个案子你也了解得非常深 像这个案子 现在他重新的改建 当初当然就是佳料的海沙物 不过现在 当初的旧房子 现在已经突然变成新房子 而且还有多出来的户数可以卖 据说他们卖了之后的钱 然后扣掉了这个建筑成本之后 可以分到住户口袋 但他未来怎么分配 当然是由管委会 他们重建会去做管理 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都更之所以很多人喜欢 是因为一般的建案来讲 建商具有高度的主导性 那其实都更个案来讲 建商往往会参考一些原地主的意见 那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就是 他是住户组成一个重建会 那自己来跟建筑师磋商规划设计 所以完全是以一般消费者的需求 为出发点来设计这个房子 所以这个案子来讲 他的整个格局跟坪数的需求上面 就比较符合一般消费者所要的东西 对 而且他这回盖出来的这个屋子 非常棒 因为他的公设比很低很低 对 这个部分就像我刚提到 因为原住屋来讲 大家都不喜欢分到很多的虚平 那就是说你第一个是公设大公的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是宇泽 所以说这个部分在原住屋 他们就让这个案子宇泽就是拿掉了 然后让他的公设控制在25% 对 所以他的宇泽是完全零 然后他的公设比是25% 所以说他这个其实他里头 坪数最小的是29坪 然后就可以直接可以规划到3% 所以这也是因为他低公设 跟零宇泽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他有办法做到29坪3% 那你在现行一般个案来讲 几乎是做不到 对 完全是不可能 那刚刚也提到就是说 因为在 因为是自办都更 他会多出一些价值 所以说在这个社区里面 不管原住屋或者未来的销售户 其他户户都装的冷气 对 是直接送给你 没错没错没错 挺不赖的 玉珍姐其实我们看这样的一个都更屋 他的好处在于 你刚刚提到 他的地点会是不错 我们刚刚看到大人就在公园旁边 对不对 然后所以他问题就在于 他当初用的建材不好 那现在完全这个问题拿掉了 所以他这里 现在他的价值应该可以说 跟当初来相较之下倍增 其实就我认识的 原来住在这边的住户来说 他们都非常的开心 就是等着可能到明年 就可以马上都搬新家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委托人 像大人哥这样找到这个案子 其实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说 他为了要符合原来这些住户 原来大概90位住户的需求 所以建商在协调的过程当中 其实住户就参与了 他们所要的这些条件 所以我相信 不只就说公社已经比较降低了 然后甚至包括 原来会占到室内空间的雨遮 然后另外就是说 他们也附证了一些冷气 所有的公共设施 所以我认为说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自办都更的住宅 可能一般过去大家会认为说 这很像是不是 这个什么国民住宅改建 其实如果是好的 幸运这个 就是评价不错的建商 来盖这种案子的话 我觉得他的增值潜力 是比较够的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都是 原来的住户进住 那原来住户进住之后 其实他们就是觉得 就是换了一个新房子 本来的海撒屋住的心惊胆战 那现在多出51户 来给建商做销售 在原来两年前 就是这个时候 刚动工的时候 其实建商就有一个预售 预售的时候就是他们也认为说 如果你要买这个房子 你可以先下手 那时候大概是40几万 就是大概是40到50万之间 就是看楼层 大概40来万 那以2010年到现在的话 我相信应该有60几到70万左右了 这样的一个价值 所以你看原来的住户也增值了 所以现在如果这个委托人要买的话 可能就是要跟建商去溢价 甚至原来的住户里头的管理委员会说 哎呀我们这个好邻居啦 然后大家一起来参与的话 也许还有相当的溢价空间 对所以呢这个委托人 我们大人哥很厉害 帮你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好房子 值不晓你满不满意 不过呢刚刚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房子 它的地点location都挺好的 小朋友来住应该也挺不错 因为旁边就有公园学区呢 那么周遭的生活机能到底好不好 在内湖地区的生活机能呢 未来还有什么增值的潜力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